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则公民报道特别的地方是 公民记者找来的串场主持人 他的表现真的是别具特色 让人竖起大拇指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常在邦区 呛着离的蚝蚝蚝蚝蚝 好 欢迎 好这些蚝蚝蚝蚝在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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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家也很久没看了 我要来给你教官 因为蚝蚝蚝蚝蚝很好吃 对 还好吗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灵魂人物阿宝阿嬷 真的是好可爱哦 提供这则报道的公民记者 他们舍弃了一般美食节目常用的美女牌 找来素人阿嬷担任串场的主持人 结果这则报道在网路上是大受好评呢 各大电视台都有美食节目 但是不外乎都是以年轻人阿 年轻人为受众 就希望可能用比较年轻的主持人阿 或是一些新奇的食物来吸引年轻人 然后我们不想就是就流于普通 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反个角度想就是 请长辈来当主持人 然后透过长辈去找台北古早的食物 不只可以更有说服力 然后还能让可能在地人阿 就怀念起小时候吃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节目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主持人阿 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好笑的幽默感阿 或一些哏 可是当真正就扑到网路上之后 有人回应 然后有人喜欢 就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你还是会觉得原来这个气氛是有人会觉得可爱 有人会觉得好看的 最近天干雾噪容易发生火灾 家住在南港的公民记者 恰巧拍下一段消防人员出勤勿的画面 让大家看到达获英雄的辛苦 那天刚好我就入过那个暗杀现场就是说火场 那刚好我就在隔壁 可是那个时候我并不害怕 我就想说 我能够怕猜到那种 打火英雄那个辛劳的那个一面 是我在我的公民新闻记者的一个生涯中 我认为我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也把那个观众的那个隔岸光火那种 我实在不想批评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 我就拍他们 我能够拍到这样子的话 也提醒人家说 天干雾噪 小心火灾 就这样 这位公民记者大姐Lotus 采访新闻的热情跟冲进 可是一点都不输给专业记者 公民报道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这种朴实而真诚的力量 如果你也有心 欢迎您拿起摄影机 一起关心周围的大小事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